各位读者帮玩好,欢迎收看2017年8月22日光华夜报抢先看,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,反贪会无通知冻结,彭文宝,我户头没200万,针对多家媒体于日前报道指,宾州行政议员彭文宝有四个私人户头遭反贪会冻结仪式,彭文宝认为相关报道严重诋毁其个人名誉及诚信,所以将指示其律师起诉相关媒体毁谤。 他也声明并未有如报道班所指拥有200万令吉的私人户头,而反贪会至今也未通知他关于冻结户头的事宜。 国际方面,芝加哥在线血腥周末,连串枪击案7死38伤,将来枪击案频发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再次出现,血腥周末在13小时内共有7人命丧枪口,另有至少38人受伤。 相传农历7月是鬼月,然而7月真的是这么阴森森吗?光华日报的大城小镇版今天起从宗教民间习俗的交汇角度,让大家深意曾了解中元节的意义。 精彩的中元化文化系列报道今晚起连载,敬请留意。 娱乐新闻,工作狂赵丽颖累了,只想享受生活,中国女星赵丽颖近年已珊珊来了,花千古、楚桥船等剧登上一线女星行列,疑似对工作感到疲惫涂在微博有感而发引发粉丝关心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,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,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,阅读愉快。